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2024好剧层出不穷 许多韩剧演员也凭借新剧在攀事业高峰 像是类之女王金秀贤 金志愿就是今年人气最火爆的代表演员 背着善载跑边游戏 金会晕的人气也居高不下 而近期来自地狱的法官条信会 正年金太离也很受瞩目 以下为业界评选2024年度最佳演员TOP6 来自地狱的法官条信会第四书类之女王金志愿 他打败金秀贤夺冠 业界评选2024年度最佳演员TOP6 法官大人孙贤舟破目崔明直连洁持胜等 把授千余西正谈旋风靴警求 因为不想吃亏圣命儿 背着善载跑金会晕三票 本次调查有多位演员获得了三票 共同位居第六 包含今年因出演黑马田剧背着善载跑爆红的金会晕 以因为不想吃亏再攀事业巅峰的身命儿 凭借子八兽既虽然不是英雄 两部聚集人气飙涨的千余西 以上三位大士女演员 还有破目崔明直正谈旋风靴警求两大影帝 以及法官大人孙贤舟 连接持胜两位师弟及实力派男星共七位 金会晕过去因出演SKY Castle天空之城爆红 一举夺得当年百享新人奖 后续在偶然发现的一天的演出也很受好评 而近期金会晕则携来时隔三年的新剧背着善载跑回归幕前 该剧凭借高田有趣的剧情大受欢迎 金会晕在剧中的精湛演出也收获观众高度好评 演技自然又灵动 刚被网友升赞为演技天才 人气也随之攀上新高 如今更成为2024搜寻量第五高的韩剧女星 业界评选2024年度最佳演员TOP5 来自地狱的法官朴欣慧期票 近期以来自地狱的法官成为话题焦点的朴欣慧 本身就是红遍海内外的韩剧女王 过往主演的继承者们 皮诺秋等剧集都受到了广大欢迎 近期朴欣慧也在新剧来自地狱的法官中 一改过往楚楚可怜的荧幕形象 完美化身风魔美女法官江光纳 举起导刃诚挚恶人 突破性演出令人惊艳不已 编动作戏都轻松驾驭 演技深受外界好评 声势也随之推上新高点 业界评选2024年度最佳演员TOP5 剧叫唤 郑宇胜 鼎海银和郑宇 在电影界耕耘多年的剧叫唤 过去以梦中的剑 失速列车 感染半岛 逃出摩加迪修 走进大众视野 今年他凭借电影《绝地逃生》中的精湛演技 再次获得极高反响 并入围了第45届青龙电影奖 最佳男配角奖 另一边12.12 首尔之春 从2023年至2024年年初 在韩国电影界造成轰动 作为主演的郑宇胜 也透过熟练的演技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过去丁海银 夺以电视剧作品为主 近几年渐渐加入电影行列 而今年更以落手《警探2》杀出重围 饰演暴力犯罪搜查队中的老妖刑警 与前辈黄整铭演对手戏丝毫不输 演技获得多数评论家的正面评价 而电影《亡命集结》中 和郑宇饰演的机长全泰人 展现了冷静 机智的一面 演技表现再度得到好评 业界评选2024年度最佳演员 TOP5 逆评大叔宋康浩棋票 宋康浩在韩国有着国民影帝的美誉 不仅演技深受各大电影奖项认可 宋康浩的票房 号召力也是公认的强 妹妹推出新片 总能掀起亮眼票房成绩 而宋康浩今年也推出了 出道33年来首部韩剧逆评大叔 在剧中完美演绎了三只叔叔一角 细腻演技及强大气场再度收获外界满满好评 如今也以第五名登榜 业界评选2024年度最佳演员 TOP4 类之女王金志愿R16票 金志愿过去因出演太阳的后裔 三流之路等剧集走红 以出色演技及出众美貌受到外界关注 今年则凭借现象及爆款剧 类之女王再度翻红 金志愿在类之女王完美演活了女才法 红海人一角 将角色的女王气场尽现 也将红海人的脆弱 深情 傲娇展现得淋漓尽致 细腻演技收获外界高度赞赏 人气及声势双双攀上新高 广告代言也是截到手软 可以说是2024人气最火爆的大事女演员无误 没想到金志愿却仅位居敌私啊 不过金志愿成为了2024搜寻量最高韩剧女演员 金志愿凭借新剧类之女王再度翻红 她在剧中演活了财阀千金红海人一角 不仅完美展现了角色的女王气场 也将红海人的破碎 深情权势的淋漓尽致 演出大受好评 人气及声势都双双攀上新高点 如今登顶成为2024搜寻量冠军女星 丝毫无选念啊 业界评选2024年度最佳演员TOP3 泪之女王金秀贤34票 泪之女王金秀贤第三 金秀贤是公认的顶级韩剧男神 过往主演的《来自星形的你》 拥抱太阳的月亮都很受欢迎 今年金秀贤更是凭借时隔三年的新剧《泪之女王》 再创事业高峰 金秀贤在《泪之女王》 精湛演绎了《财阀女婿》白贤又一角 以身机演技展现了角色极具层次的丰富情感 也展现了白贤又两极化的魅力特质 演技深受外界好评 与金志愿的火花也极为吸睛 金秀贤在剧中演活了白贤又一角 将角色的窝囊 聪颖 温柔及深情皆完美尽现 情感演技细腻不已 多长演技炸裂的哭戏场面 更是令人赞叹不已 更使他再度入围百想世帝的殊荣 而金秀贤也无悬念登顶 成为2024搜寻量最高韩剧男演员冠军 失智名归案 业界评选2024年度最佳演员TOP5 金高盈 凭借破幕 获得千万女演员称号的金高盈 饰演巫女花灵与崔明直 刘海珍 李道县默契合作 一同创造出出色的作品 而金高盈在电影里的角色情绪递进 都以令人惊叹的演技 彻底俘获了观众的心 电影中跳大神的情节 更是为2024寒影画下历史性的一笔 而金高盈也凭借破幕 获得了第60届百想艺术大赏电影部门 最佳女主角奖 无论是演技表现还是票房成绩 都获得一面倒好评 而继破幕之后 金高盈在最近上映的电影《在西的男》 朋友中将女主角在西充满可爱魅力的一面 通过演技呈现出来 还没评价 金高盈扮演角色就像穿上自己的衣服一样 演技广收好评 业界评选2024年度最佳演员TOPR 好搭档张纳拉36票 张纳拉是许多剧迷的性看眼韩剧女神 每每推出新剧总能掀起坠剧热潮 过往主演的凯朗少女成功季 命中注定我爱你 Go Back夫妇都深受好评 而今年张纳拉更是凭借新剧好搭档再度迎来事业新一春 她在剧中完美化身为明星离婚律师车恩惊一绝 女王气场全开 情感演技也细腻不已 演出再度惊艳众人 外界更看好张纳拉能迎来生涯首作大赏 如今以第二名高居榜单当之无愧 业界评选2024年度最佳演员TOP1 背着善载跑 编有希56票 编有希绝对是2024 最令人惊喜的演员之一 原先新剧背着善载跑 没有受到外界期待 连电视台TVN都不看好 没想到轻松有趣的剧情让人一追入迷 编有希更是以细腻演技演活了柳山载一绝 与金慧云的火花也极为吸睛 而编有希的深情形象及惊人魅力 也让她全粉无数 更是在海内外掀起了善载效应 如今编有希更以黑马之姿 超越一派顶级明星及影帝 迎后级实力派演员登顶成为韩国业界评选的 2024年度最佳演员 实在太狂了